歡迎光臨 現在正在進去溫泉旅館 我先給你們介紹一下 我訂的這間叫窩奶尼 窩球的窩 是要你訂了酒店後 它是專車去高山站接你 我訂了兩點乘二 所以現在只有一個人 拿著牌寫著名字 因為正在改了路 很期待 現在還有一公里就能進去 是 剛才說這裏就是我住的合像屋 來的 窩奶尼 它是有兩座合像屋 是獨立出來的 其他那些 這個是臥龍 之後所有的館 就會在它的本館裏面 所以我這個是 可以說是 這裡整個溫泉旅館最大的一間屋 沒錯 是一個男人來這個地方 好了 我們到門口 我們要在這裏坐下 先等一等 請 這是日本人嗎? 是日本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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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呢 是一個真火燒 吹亂 是日本人嗎? 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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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它帶我們去 入住我的房間 是 裡面很漂亮 很滑 就是這座 很滑 很滑 他說這裡晚上會幫我修理 我的睡房 沒錯 現在我已經入住了這間溫泉旅館 這間溫泉旅館的名字 叫做窩奶尼 我現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換一套浴衣 你們有福了 替我換衣服 真的很棒 第一次穿這些浴衣 正統的浴衣 不過 浴衣真的太大件 是不是日本人特別高啊 所以他們的浴衣特別大件啊 我覺得走路都很難啊 去廁所怎麼去呢 去廁所不是要 左揭右揭左揭右揭 還有記住 黃藝仔這些衣服 一定是左搭前 因為如果你調轉左搭 是說的是 吊桑的時候才會這樣穿的 我們知道了 距離吃飯時間還有一個多小時 我們圍著這間房間 走走走看看 這裡的景色是怎樣 很漂亮 嘩 很鬆軟啊 好冷啊 一定不能踩這些雪 很濕啊 一踩那些雪 立即一融成對蜜就不用了 其實這裡呢 還有兩個室外風淚的 即是那些室外溫泉 我先看一看在哪裏 最壞它沒有私人風淚 不過我也要找一找 風淚在哪裏 有個心理準備先 去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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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也很甜 去香蕉 我來做香蕉 去香蕉 去香蕉 而且 syntax 這種天氣為了碳樓真的很舒服 很暖啊 聽著那些木炭的聲音 現在先看著這麼多 現在回到房間洗澡 接著差不多時間吃飯了 吃完飯之後 休息一下再浸溫泉 這樣就完美了 現在開始入夜了 周圍的燈開始亮了 很漂亮啊 可能晚一點會再漂亮 等待吃飯走出來的時候 再拍一拍 真的好棒 拍張照 一進房間是有暖氣 真的很舒服 現在先洗澡 看看浴缸 是怎樣的 聲明一下 室內浴缸出來的不是溫泉 是普通洗澡 真正的溫泉在本館 是那邊的 衣服幾十八件 想找個地方掛 也不知道掛在哪裏 也不知道掛在哪裏 先給三文梅 先掛在這裏 很多件 我們先放熱水看看 哎呀 要開水 上面是否扭溫度 對啦 這裏是扭溫度 這個位置是可以 扭多少度 40度 要再下 要按按按鈕 50度 已經很熱了 出煙了 可以再熱一點 洗澡 我想你們不會有興趣看我洗澡了吧 那一會兒洗澡後見 我現在像日本武將 德川家康那些 好傻 看看現在幾點 現在五點半了 我們上月一個小時就要去吃飯了 現在天都黑了 黑曬了 黑曬了 只是摸那一棵 感覺很冷 明天不如沖一杯咖啡來喝一下 怎麼沖呢 有教訓 而且這裏是有個雪櫃 雪櫃裏有酒 Kiricola 不過那些是要付錢的 當然 這裏最基本就是水和檸檬水 沒有了 其他有飲品的 有檸檬茶有性 都是要付錢的